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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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 《马太福音》第25章 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 我们讲到说 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 有五个是笨的 那个五个聪明的 在等新郎的时候 他就按照他所知道的 新郎是会延迟的 在等的时候 他不仅是有灯 而且预备好油了 那鱼拙的呢 就没有预备好油 然后呢 新郎晚到的时候呢 他们就都睡着了 那在25章第五节 新郎持炎的时候 他们都打顿睡着了 这个不一定是什么坏事 各位不要把每次打顿睡着 都以为是坏的事 新郎还没来嘛 你在那里醒着也没有用啊 这个比喻里 并不是叫你勤快做事 勤快做事的呢 是24章上面讲到 那个中心的管家 这里是这样 你预备好 你知道他会晚来 你知道他会晚来 你就要预备好足够的油啊 那等到新郎来的时候 那个鱼拙的说 哎呀我们的油 我们灯快要灭了 没油了 那么聪明的说 我不能分给你啊 如果分给你 我自己也没有了 那你自己去买吧 各位这也不是自私 很多人或者是很自私 怎么在这里提倡这种观点 临时不帮 在人家为难的时候 不帮助人家 各位这不是自私 每个人需要为自己的救恩负责 这没有人能帮你预备的 你自己多看重主 你就预备多少 我们不能够总是借助父母借助 妻子借助 丈夫借助 儿女借助 牧师 我们要自己预备迎见我们的主 阿摩斯书说 你要预备迎见你的主 主不管是迟来了 是早来了 是忽然临到了 是等了两千年 你每天都要预备 今天就要见主 预备见主 就是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生活 要要有人说 这个油是指着圣灵 我想不一定要指圣灵 就是说我们在各种状况 我们有所预备 那我们如果讲预备 我想更好的就是 把新郎 把耶稣当一回事 把他看成最重要的 一切想到他 我就把他看成最重要的 我要等他来 我就不要失去一秒钟的时间 我的灯一定要有足够的油 让他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欢喜地吃饭 当然是那个宴席 那我想这个于卓的 他就是没有太看重这个事 晚到晚到就算了 没关系嘛 没有油 没有油就没关系嘛 反正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就好了 就是他没有把跟新郎在一起的 每分每秒看得很重 然后等到真的快要没有油 他去买 去买 当然无所谓了 这里我们从这里看到 好像两个人 两批人很糟糕 一个是聪明的童女 很自私 不帮助人 我们说的不是自私 不是不帮助人 而是你总要为自己的准备负责任 你不能总是要人家来帮你 这种救恩的事 你自己要把主看得最重 另外我们好像觉得新郎很残忍 你应该知道那另外五个童女是谁嘛 有人说可能怕强盗怕什么 像阿里巴巴四十大道那种场合 所以他就门关了 这我想也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现在新郎到了 大家新郎新娘 还有这些童女都欢喜吃饭的时候 那不可以再有人来打扰了 那从天上是来讲 当我们死了最后审判以后 就没有再有打扰的时候 没有再有改变的可能了 你不要总是说 哎呀 等我什么时候会预备得好一点 什么时候以后考完大学了 大学毕业了 找到工作了 结婚了 生了孩子 孩子长大了 孙子长大了 那个时候我再来尊主为大吧 我再来预备好见他 那没有这一天的 我们不能一直拖的 你要早早的尊主为大 你根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 那日子那时辰你不知道 所以你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要预备好 你没有预备好 门就关了 在你想不到的时候门就关了 这跟挪亚的日子一样 耶和华把方舟的门关了 再想进去的人都进不去了 给我们开门 他说我不认识 就是这五个余作同意就是 重点是没有把耶稣当耶稣 没有把他当作重要的 重价的珠子 没有这样看他 没有把他当作最重要 以致愿意为他受一切的苦 我们没有 好 这个是预备要有油 预备主的盐池 不管他怎么辞言 怎么叫我们失望 我们不会叫他失望 因为我们把他看为至宝 我们能把他看为至宝 因为他把我们看为至宝 那么马太福音 我们还要讲两个比喻 一个是二十五章十四节的 天国好像什么 当然这里讲天国 并不是天国的性质 这里在讲到上面那个童女 是在讲到有人对天国来临的预备度 这里讲到天国好像什么 好像在进入天国的时候 各种人有不同的一些做法 那这个比喻呢 很有意思 我们看一看 要花一点时间讲 有一个人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个人的财干给他们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二千的也照样 赚了二千 但领了一千的去解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 很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这都是我们不喜欢看的字 算账 上帝要跟我们算账 要算账 而不是都要赏赐 我们都是祝福 我们是 是赏赐祝福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那个审判也是算账的 好 那领五千的又带了 那另外的五千来 说主啊 你交给我的银子 五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二千的 也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二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二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好 我们先看这两个人 天国好像什么 这个天国 我说的 这个天国 是我们得到天国的福音 所做的反应 以及在审判的时候 会有的一些结果 天国好像 不像我们想到的 常常想到 是上帝对我们的拯救 是耶稣在实际上 为我们所做的奇妙的事 是我们传扬福音的过程 这也都是天国的一个部分 在这里讲到 天国 耶稣不用农业 不用渔业 不用畜牧业来比较 不用那些社会的光景来比较 用商业 哎呀 这我们台湾人喜欢了 因为台湾人最喜欢钱了 包括基督徒了 一谈到赚钱 大家眼睛就亮了 谈别的 无聊 各位好 耶稣有人赚钱来提醒你 要注意 那么 他不在 他把家业 按着个人的才干 上帝是非常公平 也非常合理的 每个人给他不同的钱 叫他 就是给他们 这个钱呢 有人把它了解成恩赐 这个钱也有人把它了解成责任 恩赐责任恐怕结合在一起 他用这个钱来赚钱 他用他的恩赐来完成他的责任 他也得到了这样的责任 也就有这样的恩赐来履行这样的责任 那么神给我们恩赐五千两千一千 神叫我们的工作是赚五千赚两千赚一千 这些都是神按着我们的才干 最公平最恰当的给我们 我们不必嫉妒 高处不胜寒 你觉得哇 那个人恩赐好大 做好多的事情 好羡慕 你羡慕也可以 但是你不要有那种嫉妒的心 或者是想要求荣华的心 因为真的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 给的恩赐跟他十字架 都是配合得很好的 主给了 然后主走了 这当然就讲到说 主耶稣到天上去了 将来还要再来德国 我们在教会在这段时间 或者天国在这段时间 我们要做什么 每一个基督夫 每一个教会要做什么 神给我们责任 神给我们恩赐 神给我们责任 要我们去做 神给我们能力 把这个工作做好 那当然我们可以说 这个工作是传扬福音 当然我们可以说 也是结果子 这里的比喻 虽然是讲商业的社会 跟前面农业社会的 非常相像 就是你都要交账 跟那个农业社会 你要交的麦子 还是败子 是葡萄 是多少 你要交账 你要交的 上帝给我们恩典 不容许我们浪费这个恩典 是他容许我们浪费了极长的时间 但是他也要求 最后在一切的纠正之后 他要我们把这个 他给我们的好处 能够活出来 他给我们生命 我们要活出生命 他给我们良善 我们要活出良善 他给我们智慧 台大训练你 花了那么多时间的力气 训练你成为一个医生 你要活出一个 好医生的样子 哈佛大学的法律系 训练你成为一个律师 你要活出一个 好律师的样子 这个宾州大学 花了这么多钱和力气 训练你要成为一个 好的工商管理人才 你可真要把工资管理好 要不然就羞辱了这个名字 我们得到最好的恩典 你要活出来 以色列一直没有活出来 神给他恩典 一直都没有结果子 最后灭掉了 教会也是一样 个人团体都是一样 神是忍耐等候 神也在教导我们 我们不要把他的忍耐等候和教导 不当做一回事 好 给了你五千 然后就走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要交账的 好 这个零五千的 随即拿去做买卖 马上 你看 动作很快 你得到了就要去做 神给你爱你就要爱人 神赦免你就要赦免 神给你智慧你就要活出智慧 不要等他 不要说我现在不是结果子的时候 不是工作的时候 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在安息中工作的时候 好 你看到随即 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信徒应该很喜欢的 因为我们很喜欢赚钱啊 讲什么爱人啊 成长这些我们信徒都不喜欢听 一讲赚钱大家兴趣都来了 你看耶稣让你赚钱赶快去赚 而且赚最重要的 跟你灵魂有关的 你要把你的生命活得光彩 每天大家都不是希望活得很光彩 你每天都可以 神每天给你五千两银子 你每天就赚啊 然后凡有的还加给你 这个用商业的口气说赚 其实就是我们生活活得光彩 活得像主 有主的爱 有主的实价 有主的智慧 好了 零五千的赚五千 零二千的赚二千 但零一千的呢 就把他主人银子埋了 那么他为什么要埋 我们等一下讲 好 主人回来了 算账 零五千的又带着五千来 你看我又赚了五千了 当然我们这我想 我们也不能太死板地在说 领了五千赚了五千 然后那么这个赚五千 那么到底赚了多久赚到五千 这不一定的 你不能说马上赚了五千 然后就再教会再睡了 两千年灯祖再来 到时候反正我把那一万交出来就好了 不是 我想这个是不断地在赚 不断地在辛苦 你主人不再开始 就很心情地工作 到主人来的时候跟他算账 啊 主人很高兴 良善中心 各位 这你都懂啊 就好像你的钱你要放在哪里 你要买什么基金 买什么股票 或者你请什么人帮你经营嘛 帮你经营的那个 那个帮你管你你的钱的那个人 就像这里的仆人一样 那个不是他的 是你的 各位 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上帝的 上帝为要叫他给我们的生命 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赚百倍 赚十倍 赚多倍给他 结果之后赚钱也好是一样的 生命能产生更多的生命 良善能产生更多的良善 没有 就是不良善 就是没有生命 好 我们将来在永恒里也不会闲着的 当我们在这世上神给我们的 我们做好的 神就会说 继续有很多的给你 有很多事管你 这个事情你如果看路加福音十九章 就是指将来要管理不同的城 我们在天国里 在新年经济里 绝不是闲着没事干的 会很多的事情 好了 享受主人的快乐 管理也是享受快乐 侍奉 记得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吗 我们说的侍奉也是快乐 是有很多的血汗和眼泪 但是喜乐的 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艰难 但是是喜乐的 因为我们跟主在一起 我们越来越 因此越来越向主 两千的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赚多少不重要 我们忠心就是了 神给我的是五千 我就应该赚五千 神给我两千 就应该赚两千 重要的不是你赚多少 而是是不是把上帝给你的 去做出来了 而且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 记得 反而有的还加给他 会继续不断的多 没有的连他所有要夺去 你不要堕落就越堕落越惨了 你不要说没关系 哦 我只要有救恩就好了 如果有这样的态度 最后救恩也会失去的 好了 但这两个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 零一千的 他说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忍心的人 你也可以说残忍的人 你也可以说就是很凶的人 就是很不讲道理的人 各位主是很忍心的人吗 主是很残忍的人吗 在这个 路加福音十九章 第二十一节说 你是严厉的人 反正就是 看起来你要求过分的人 亲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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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 是要求过分的人 是 你会不会觉得 要爱你的仇敌是过分的 你会不会觉得 在患难中 要有喜乐是过分的 你会不会觉得 在失业的时候 还要感谢主是过分的 各位 是 按照我们的本性 神的要求是过分的 但是按照恩典来讲 神就不过分 因为恩典正是胜过我们本性的 恩典正是胜过自然的 恩典正是叫我们在不能结果子的时候 不是结果子的时候 不是无法果树结果子的时候 我们能让上帝找到我们的果子 事实上越是艰难的时候 我们越要活出来 这就是十字架 这就是恩典 好 你是觉得基督徒的生活难 我们凭之肉体都觉得难 顺步难行 但是千万要靠着主的恩典胜过 不要对主说你是忍心的人 不要对主说你是严厉的人 对了他是严厉他是忍心 但是他的恩典是够用的 我们既知他忍心 既知他 既知他严厉 我们就更要照主的恩典去做 我们就发现他实在是宽大的 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善的地方要聚脸 各位 我们的主这么坏吗 没有重他要收 没有善要聚啊 你从这个马太福音前面 那个无花果树不是比喻 那是一个事实 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十一章 都记载这件事 马太福音是二十一章 耶稣在不是结果子的时候 到无花果树下找果子 因为他没有果子就咒诅 哎呀这叫很多人不能懂 很多人觉得不是结的时候 干嘛要要来 耶稣很残忍 罗素都这样觉得上帝 耶稣很残忍 可是我们知道 耶稣一点都不残忍 那个耶稣牺牲一棵无花果树 要我们知道 无论得食不得食 都要结果子 无论我们觉得 我们有没有能力 我们都要结 都要良善 都要爱 因为他的恩典够 我们用本性也许不够 本性一定不够的 自然一定不够的 但超自然的恩典就一定够用 是 耶稣在约翰福音有讲 应该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吧 你们举目观看 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 我说现在就是 还有四个月怎么现在就是 对了 就本性来讲还可以等 就环境来讲还早 就恩典来讲现在就要 因为恩典是随时都有的 所以恩典的果子也随时都有 那我们常常是 没有想到恩典就觉得 主太严厉了 那么这么严厉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 没有善的地方要聚 没有种下还要去收 没有放下还要去拿 上帝太严厉了 但上帝不严厉 你知道他的恩典 你就能够活出来 好了 他怕这么凶 各位现在讲了我们就更懂了 你要去赚得多 那风险就大 你越是 我放在什么红圆 这些地方利润很高 那倒的机会就更大 你要完全自己赚 你就连红圆都不要去 你自己开公司 但那一赔也赔得最惨 这个世界上有风险的 你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生活 也会要冒险的 也会要受苦受难的 这个人觉得主太严厉了 他要 他要的话呢 那如果我投资 没有的地方他都要 那他给了我一千 如果我去投资 什么都没有 还赔了怎么办呢 好吧 我就把它买起来 我害怕 我买起来 你的原银子 我一毛都没有少还你 各位这个比喻 你真的也要小心一点 你真的不能够把它 用现在来讲 因为现在的人 有利息是真的 当然到了公元2004年 05年 有人说零利率的时候到了 这我不晓得 有人说利息很低 我们现在的讲 我们讲都希望 不是只是应景 应景的时间 一下子会过去 我们要知道 在耶稣那个时候 利息的确也是很低的 甚至不可以有什么利息的 高利贷是不应该的 所以你就只好想办法去赚 也就是说 如果人家交给你一千 你到时候还他一千 合理的讲法应该是对的 不算利息嘛 在旧约里面 更是不可以取利啊 那你给我 给我多少 我还你多少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也有勤劳啊 而且我们可以想到 这第三个仆人 他每天多么紧张 因为他怕人家来挖他的银子 挖他的银子 等主人来了 那我就惨了 所以他不知道有多少个 没有好好睡觉的日子 他很辛苦 各位说基督徒是不是很辛苦啊 我还来聚会 我还来祷告 可是如果你对你的主 没有信心 没有认识 不知道主的恩典够你用 那你就真麻烦了 好 这个仆人他说 你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那主人到底是不是严厉 有人说 因为他侮辱主人 最后就被骂了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侮辱主人 这我们也很难说 因为主人有说 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 你知道我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善的地方要剧炼 你既知道我是一个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你为什么不把它放在银行那里来 等我回来还可以拿一点利息 我就是要利息 那么我想 这当然不说主人就是要利息 更不说主人是严厉的 或者说真的是主人是严厉的话 我们也一定要想到 这在恩典之下的一个要求 各位上帝的恩典临到你 你重生得救 有上帝的恩典 有圣灵的生命了 我们就应该结出果子 这是所有我们看到的比喻里面 大概都有了一个共同点 基督徒生命要改变 基督徒要结果子 在主没有来的这一段日子里面 这两千年了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 每个人 每一个教会都要向主交账 我们的主恩典 其丰富无比 奇妙伟大无比 因此他的要求也奇大无比 你会发现他的恩典够用的 你觉得不能爱 靠着他恩典就能爱 因此就有爱的果子结出来 就有爱的利息出来了 一分的爱就结出一分爱的果子了 一分爱就能赚出一分 圣洁良善智慧等等 通风都是这样子 但是你不能懒惰 信靠耶稣的生活不能懒惰 清教徒非常痛苦懒惰 那么其实不止清教徒 我想在中世纪修道院 也痛苦懒惰 可是在亚里斯多的哲学 和现代后现代 我看大家都懒惰 就大家不要劳动 不要辛苦 就是在那里去想就好了 亚里斯多的还不能说是鼓励懒惰 因为他要人脑子好好去想 去思想去创造 而可能也有一些工作 只是那些工作不是劳苦的工作 是诗啊是这些的 而基督徒呢 那可是真的不要人懒惰了 那现代后现代的人 尤其自由主义 我看都是鼓励懒惰 尤其在福利国家里面 大家就是不要工作 也不要流汉 像马克思里面就是 你去做诗吧 那也跟柏拉图的理想差不多 去做诗啊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们承认劳苦的工作是不舒服 但是我们会说 基督徒认为这些还是有它的价值 我们当然会觉得 创作的事情是最有价值的 但是呢 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创作 不管是创作不创作 或者劳苦不劳苦 基督徒要求人是要努力工作的 若不工作 就不可以吃饭 我们是要求工作的 而且我们希望工作 不是在那里敷衍 我们工作不是在那里推脱 我们工作不是在那里混 我们主人是用最好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 希望这个恩典 能够把我们的丰富的生命 能够活出来 所以神给你的恩典 你要结出果子来 你的生命要更美好 那你知道我严厉 其实主并不是严厉 主的恩典够用 这够用的恩典又是严厉的 就一定要结出果子来 好 我们是绝对因信成疑 没有错 都是主在我们身上做 但是因信成疑也绝对是 这个信心 既信靠上帝 既信靠上帝的圣灵 怎么会在我们身上没有工作呢 怎么会没有果子 我们不是因为这些果子 这些工作成疑 我们是凭着信心 但信心绝对会有这样的果子 因为圣灵会工作的 就对旁边站着人说 夺过他这一丁来 又是把他夺走了 把他夺走了 把这个东西夺走了 交给那有十丁的 把这一千夺来 给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去 哎呀 弟兄姐妹 我也觉得在教会的生活 好像常常是这样 越属灵就越来越属灵 越爱主就越来越爱主 不肯上级的人 最后连他原来救恩 好像也要失去 我们倒不是要把它量化 甚至不是要把它直化 说基督分哪些等级 但我们的确是希望 每个基督徒 我们把上帝的恩典 能越活越美善 这是一个应当有的情形 那后面在二十五章三十一节 开始讲到那个审判的情形 也是类似的 我们通常看中的就是 哎呀 平常啊 我煮饿了 我们要给他吃 煮可乐 我们要给他喝啊 吃生路底给他穿啊 就是要对最小一个弟兄 都是这样子 但是坐在最小一个弟兄身上 每一个都要做 我们做不是要做得累死了 这意思 每一个都要做 意思我想还是信心 我们信靠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 要我们在每个地方 结出果子 每个地方行出良善 我们就必定 不轻看上帝 给我们的任何一个工作 不管在什么时候 对什么人 对主越有信心 我们就越活出 这样的生命来 那么并不是说 我们不能漏掉任何一个人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力量 做出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凭着信心 我们知道这个 看似严厉的主 看似要求甚多的主 他就真的叫我们 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约翰福音讲 是连主都没有做的 我所做的事 信我人也要做 而且要做更大的事 我们要因着 他的恩典成为善良 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 我们因着他的恩典 在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交账 而且交账得非常好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国度 我们可以在那里享受 各位 上帝也预备永行 他在那里预备他的刀 预备他的刑法 给那些不好好用恩典的人 最后要去的地方 愿我们每个人 都是被上帝预备好的 把上帝给我们的工作 做得好 各位 活出你的良善来 结出你的果子来 交出你的影子来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神赐福大家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